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之灵讯啊 将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 是刚刚登陆Switch平台,PS4平台,PS5以及Steam的平台的一款 这个本格,新本格派悬疑冒险游戏啊 名字叫做春世百年超啊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挑战公平的推理谜题 搜集线索,建立假说,以逻辑展开,解开谜团啊 我们今天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叫做春世百年超的游戏 来吧,即开始游戏 它也是一个真人演出的这样一个互动游戏啊 有点类似于我们前几天玩的那个,那个神都不良趟啊 和和剑咬老师签名会 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啊 杀意的DNA 侦探《西球真情》系列即将翻拍成电影 这个人是个作者啊 四十坚勇 这个男的也是一个作者是吧 这个男的也是一个作者是吧 那他帮啥忙呢 他们家将举办百年一次的换代仪式 他们家是一直在进行这个抗衰老的研究啊 然后他们家有人活了几百年 他们想让这个姚小姐去他们家调查 长生果 被挖掘出来的白骨遗骸可还行 在一座日式房屋的庭院中发现了一具白骨化的尸体 尸体被埋葬于一棵巨大的樱花树下 性别和年龄不明 感觉就像是在看日剧啊 性刚线传马村 这个滤镜感觉开的有点大 整个色调感流点阴郁 有点发绿 序章樱花祭祀 这在干嘛呀 四十间融子 这个是不是刚才那个男人的妈妈 应该是 这是在举行什么仪式吗 这是什么抹茶吗 还在这转圈 这边可以看到人物啊 四十间融丝 和和见谣 这个男主是一个生物学家 四十间融丝 一次都没猜到凶手可爱想 把谜题和线索结合起来 谜题和线索 怎么突然 泛白了 脑海内的思考空间里 把谜题和线索拼走起来 做出假设 探处通向正确逻辑之路 脑海里想象出来的 这个勇丝先生 应该是教我们玩法了 看看怎么玩呢 这是要干嘛呀 此处是为推理而存在的空间 名叫脑内推理空间 首先嵌入左侧盘面上的是谜题 左侧盘面上的是谜题 漂浮在周围的是线索 将这两种东西组合起来 进行推理 谜题的四周有空着的板块 将与谜题相关的线索填入 便能够将谜题和线索连接起来 点击L和R可以左右切换场景 此外使用左摇杆可前后移动 延伸至画面深处的逻辑之脉 看一下这个谜题是啥 看看 谜题 是不是就是 白骨化 怎么把它给移动过来呀 自由移动鼠标 我这里要干嘛呀 选一下这个 这个谜题怎么搞 悬疑小说中暗藏谜题 也一定有解谜所需要的线索 将它们连接起来 就能发现假设 那我要怎么连接 看一下 L2 然后这个 确认谜题 确认场景 Y键 然后返回推理 X键播放 这不又回来了吗 这不是刚刚那段吗 那我们这里 其实不用管它了 对不对 直接退出去就行 是不是 还是要干嘛呀 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 我现在要干嘛呀 靠你不早说 要把这个给移动过来 是吧 这个怎么拿起来 解开谜题所需要的线索 怎么拿起来呀 把这个 Z2捕捉 OK 将谜题 跟线索连接起来 就出现了假设 谜题 谜题 还有解谜所需要的线索 把它们结合起来建立假设 建立各种假设 看穿真相吧 这个系统感觉好奇怪哦 然后我们现在要干嘛呀 完成 这就直接完成推理了 什么 充分建立假设后 推理就完成了 OK 我们就 OK 把它拖过来 后面估计就是要把各种线索 什么的结合起来啊 谜题和线索结合起来 成立假设 这个山赖是一个编辑 他们看起来好像还是挺欢迎 女主他们来采访的 是不是老爷要来了 哦 哦不是 是那个泳辞 好帅啊 好帅啊 打了 嗯 嗯 再说什么呢 注意问一下 他还隐藏了什么东西 这和服是蛮好看的 他穿着好像有点大呀 这是家里的仆人 诶 他是见到谁了 对呀 为什么他说我们好久不见啊 春日迷霄 这应该是一个佣人啊 68岁 负责所有的家务事 还是住家的佣人啊 估计这应该是一个重要角色啊 这个佣人 他们待会儿要举办这个樱花祭祀 但是要准备这个祭器 A.J.さん 我会后来合约 沙島桜的地方 先带我们去四十间樱花那里啊 那方是A.J.さん的母亲吗 失礼 是他的继母是吗 为什么他知道 怎么发现的呢 我也没太没太注意到 推理了啊 看看怎么能推理出来 他是继母啊 将谜题和线索连接上 就能从中推考 思考出假设 假设是推理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呢 是能够揭露案件真相的关键 看一下 荣子和永斯是继母和继子的关系 的依据是 我感觉应该有这个 他不太了解 他这个儿子的这个职业啊 荣子又很疏远的 他来称呼永斯 对呀 他应该是叫他儿子 对吧 荣子也许并不是永斯的亲生母亲 好细节啊 好细节 还有什么吗 哦 这就完成了 是吧 OK 完成 这个谜题比较简单啊 一个就行 解决案件需要选择并出示 基于推理提出的假设 哦 哦 这里就把这个给提交上去 就可以了 哦 荣子 对 母子之间 对 而且这个荣子感觉很年轻啊 这个是他亲生母亲给她的衣服 这个是他亲生母亲给她的衣服 在他们家里好像发现了这个白骨王 他妈不会是被他们给陷害了吧 好像他爸很吓人啊 待会儿见识一下 这个他家的老爹看看是什么样子的人 哇 花还蛮好看的哦 一百年才开一枝花哦 有点厉害了哦 这个楼下から白骨死亡が見つ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那 一体誰が殺して埋めたのか 这是在这棵树下边发现了这个尸体啊 胸部有刃气伤害 他爸为什么不让查了 百年前的骸骨王 他应该是想知道这个身份啊 还是杀人犯 应该是想知道身份 杀人犯应该早就死了吧 对他有啥意义呢 他们家流传着一个叫长生果的东西 长生果是什么啊 非石相果 长生不老的珍贵果实 鬼才信呢 代代沙島の家にはその不老の実が伝わっている 俺は見たこともないし 親父も教えてくれない でもあの家のどこかにあるなら 俺が見つけ出して それを未来の医療に役立てたい 哼 都有长生果的还搞什么医学啊 人の老化は科学で解決できる見込みがあるんだ 人間の染色体の末端にはテロメアという細胞分裂の回数を決めるチケット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 他限制了細胞分裂的次数啊 でも自然界にはそのチケットがいつまでもなくならない存在がある なくならない 例えば 癌細胞可以無限分裂 彼らが無限に増殖を繰り返すのは テロメアが都度修復されるため いわば不老なんだ だから 人を不老にする成分を含んだ果実があったとしても 決しておかしくはない 人を不老にする果実 世界上真的会出現這種 让人長生不老的果實嗎 非石 非石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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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器軸の 土器軸でいいよ 土器軸と白骨死体にどんな関係があるんですか 土器軸を巡って今から百年前に殺人事件が起きたという話を入手したんだ あの白骨死体は年代的にそれに絡んで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一百年前發生了什麼事 殺人事件 俺もあんまり詳しくはないんだけど シジマケでは昔から未解決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たり 自己死したりする人が多くてね 他們家族是不是有什麼詛咒啊 頼む 遥かさん 俺は土器軸のありかと シジマケにまつわる事件 あの白骨死体の真相を解き明かしたり 一緒に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 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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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岁医疗顾问三兄弟中的长子 是他们家族的下一任家主资深烟明 四十间光勇 看一下二十五岁医学生 三兄弟中的妖子 独自对出满谜团的四十家族进行着调查 四十间光勇 罗军脉络 作家和和见谣啊 我们是来采访的 是一个很好的悬疑小说谜题啊 回敬他两句 这时候不怼回去吗 我们可是作家 猜一猜 这个大哥他妈的找声啊 打场子 老爹来了 老爹旁边那个男的是谁 不适合穿和服 啊 案件的关键之处会显示为线索 他为什么说我们不适合穿白袍啊 即使正在播放线索视频 也能点击上下查看 线索 我们来看看 怎么切换线索啊 X件 聊勇对许久不见的勇斯说 但是你也不适合穿白袍 这是我们的一个线索啊 我是四十间聊勇 家里的这个长辈啊 七十岁啊 家主为了进行百年一次的四十间家族传统仪式 而将儿子们召回了家中 对 我就是那个畅销小说作家 承蒙这个关照啊 客气一点 要不要太谦虚了 不让看吗 不让他们妨碍仪式的进行 可以啊 看看他们这个仪式到底是要干嘛呀 你迷惑是不可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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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那些白骨的故事 网上有余备的感觉 是很迷惑是不可欠的 你迷惑是不可欠的 你迷惑是不可欠的 我们也会帮助 那些人吗 园艺师 这个园艺师是不是就是凶手啊 总感觉真正的凶手应该是个小人物 草逸梦延 看一下啊 46岁园艺师 看一下他们这个仪式要干嘛呀 还把帽子给摘了 连这个作家也跟着他下鞠躬干嘛 这块的音乐有点好啊 还有那个风吹过来 大片的樱花 樱花挺漂亮的 估计应该要进片头了 要唱歌了 是吧 演唱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辽勇先生认识这个女主吗 这就要推理了 想要回顾按键时 点击Y键就能移动至可以查看的画面 Y键 这个吧 你便是那个畅销书作家吧 对 他是认识我们的 怎么拖不过去啊 辽勇并不知道姚是悬疑小说作家 他以为我们是畅销书 但是悬疑小说 他知道我们是畅销 但是不知道是写悬疑的 完成了 这种手柄拖感觉还有点麻烦 这推理感觉没什么难度啊 不知道我们是悬疑小说作家 是不是还以为我们是什么写严肃文学的 为啥呀 如果知道我们是写娱乐性质的小说的话 就可能不会接受我们采访啊 其他人呢 我要去上香 手机省酒了 过一夜的吧你 对 现在的感想是吗 悬参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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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他们家族里充满了谜奇啊 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啊 新青年可还行 这是他把这些鲁迅还是什么陈足秀办的杂志吗 四时间加奶 一百年前发生的杀人案 小说里记载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哦 真人真事改编的 我操 还要读小说啊 因为有些地方被重铸了 所以不完整是吧 绝了 能不能找一个完整的版本 需要胡云 是否你真的会解暂得你 会解暂的 当初的译者 有身边的人代入 或许是这主人公女子 作家志望的 这套是远远的 如果这是他非人的 那这人物叫做 这位女主席里面 这位女主席里面 用他吧 大 heads 勇斯 勇斯吧 这是干嘛 用他们一家人来代入是吧 绝了 新青年 大正一年的春天 大正年代 然后就穿越了是吧 回到100年前 1922年 世界战争造成了日本经济萧条 流行兵肆虐 很多人都丧命了 有相扑 这画风感觉好阴间啊 第一张彷徨的木乃伊 交易会上可能会出售长生果啊 这个不就是戏中系吗 那我是不是要同时记两套人名啊 这两人一看就有猫腻啊 直接上手摸了 泳斯来了啊 泳斯看起来看多了还是挺帅的 我还搞个小猫子带着 什么东西呢是掉了个 猪血 他们家养播猪啊 看过曾经喜爱的猪被处理掉 你喜欢猪干嘛 这个猪血是不是要用来 那个啊 问一下他能不能让我们一起参加这个会议吧 拍卖会 感觉他应该可以带我们进去 你是谁 呃 四十间家男 绝了 四十间家男 十七岁四十间家族中的独生女 哦 他是那一代的独生女啊 要参加这个会议就要带上与长生不老相关的东西啊 那人 哦 哦 哦 有关系的人也能参加 对 哦 啊 直接暴露这个拍卖会主人 啊 待着 有小三啊 你不带我进去我就要举报你 女主还挺聪明的啊 这么短的时间就讹上别人了 我们的推理有什么问题啊 他答应我们了啊 你的观察力很有趣 应该能派上用赏 其实还是看人家长得漂亮 你就是乳水吧 我们看一下乳水是干嘛的 年龄职业不明 乌鸦飞过不祥啊 这什么刚刚还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肯定不能说呀 傻嘛我直接问 不就暴露了吗 肯定说没什么 但是我刚刚好像确实在窗边看到了什么诡异的东西 是我看错了吗 应该不是啊 应该确实那里有一个人戴着面具 终于进去了啊 下一步就看看怎么能拿到这个香果 不然的话 A.J.さん和Romance A.J.さん A.J.さん 因为这个试完时间的限制啊 我们今天试完就给大家试完到这里了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的是这个Switch版的这个 一款这个本格推理游戏啊 名字叫做春世百年超啊 讲述了一个跨越百年的这样一个神秘的死亡事件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游戏好像是登陆了全平台啊 然后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然后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机灵讯啊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